公車下橋往前開 耗製馬上變紅燈 但後方向行車沒煞車直接闖過去 一對老夫妻綠燈要回轉 直接被撞飛 兩人倒在地上 傷勢嚴重 直到救護車趕來現場 騎車首當其衝的老翁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 妻子不顧傷勢 在旁好緊張 遠景救護車 趕到現場 將人抬上擔架 但老翁情況不樂觀 送醫搶救後依舊宣告不治 公司的爸爸媽媽他們送了菜 拿來給我們從事 然後就是從這邊出去的時候被撞到 他是闖紅燈沒錯啦 可是他一開始是跟警方說 說是他們無故在線 轎車又前車身被撞凹 機車更慘 車殼破裂 變形幾乎成了廢鐵 事發在新北市樹林 明河和巴德街口 八號早上六點多 肇事的四十四歲理性駕駛 開車要下橋卻闖紅燈 撞上要回轉的老夫妻 事後公車因為下橋時沒注意耗製 跟著前方公車執行 沒想到釀成意外 死亡車禍發生地點 就在樹林的這個大路口 有好幾個不同的專用道 有上下橋的 也有平面的 還有呢 迴轉專用的 每一個都有他專屬的耗製 要是庸路人沒有特別注意的話 就很容易發生意外 遭狀身亡的是高齡八十七歲的 陳姓老翁 親戚透露 他當時載著妻子 還差兩分鐘就會到家 沒想到卻因為肇事駕駛 違規闖紅燈 再也回不了家 三日新聞 張德森 蔡英琪新北市 採訪 總統